主動搶光麥克風 老乃成的姊姊老乃慧雖然也承認弟弟做了錯事 不過心裡還是有話 不突不快 社會是要還我們一個公道的 如果有錯 我們願意勇於承擔 但是如果真的不是事實是這樣的 我也請大家還我們家一個公道 關於頭盔的部分 也關於很多的那個貴婦團參訪的部分 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說的 那真的只是絕大多數的是家人 那真的只是一個家庭的聚會 為小朋友辦的一個萬聖節的party 就我弟弟告訴我的事實是 就是帶孩子 純粹是為了我的外甥女 想替弟弟解釋老乃慧卻意外越苗越黑 趕緊拉回悲情訴求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頑皮的孩子 所以我現在要說的是 我的母親把他送到軍校去 那是萬般的不得已 所以希望他受到國軍嚴格的管教之後 能不能夠改變他的習性 如果真的要說我的弟弟是個權貴 結婚之後才變 我真的想要說一句話 真的 他結婚之後才受任 才得到這樣的任務 其實他非常的掙扎 因為這個工作是辛苦的 如果真的我們是權貴 我弟弟是一個這麼教重的人 他不需要這麼辛苦 偏心權貴說老乃慧越說越激動 當場哽咽 我去上課的第一天 每一個孩子都問我 老師你好嗎 我只想跟大家說 我只有跟學生講 你們認識的老師是權貴嗎 雖然老乃慧護地心切 到老乃城公司不分自毀前途 如今還讓家人被迫上火線道歉 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 記者林雨喬台北報導